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前是大直路 普京湾前面 原來觀眾是站在站位 站整天這樣看 很熱情 賽車是要用船運過來 在香港碼頭 車載到等船 其實是所有跟澳門賽車有關的 我們都覺得珍貴 譬如說報紙、雜誌、照片 所以我們每年都喜歡出去 跑到旁邊拍澳門的賽車 留一個紀念 或者是車手 經常會分享 這些全部是一些 我儲回歷練賽車的紀錄 你是不是見證著那些圈速的變化 你不是說嗎?澳門 是啊 譬如 1991年 最快的價格是2分19 2分20 到現在已經是2分0幾 所以如果距離 他都不知道去哪裏 其實我從小到大 都受到我爸爸和叔叔的影響 他們都是歷屆的工作人員 之後就開始慢慢聽他們的賽車資訊 然後又陪他們看賽車等等 這樣的情況 開始在成長過程中 慢慢和賽車結緣 如果說論級數 澳門的賽事的確 不是說全世界最頂級的 但是別人很多賽事 在一些賽車場裡進行 我們在澳門的 就是在自己的街道比賽 所以那種親切感 是沒有人可以比的 還有就是有方程式 有跑車 有房車 電單車 可以同時間在四天之內 看齊了 這個就是跟其他在外面的賽事 最大不同的一點 去到外國的時候 其實我說我來自澳門的 想不到原來在國外的一些朋友 都對澳門這個認知 都是Grant Peaks 隔兩匹治大賽車 想不到他們會知道 過去很多屆 曾經發生過很多事 是令到澳門的賽事 是面對很多困難的 譬如說在六六七年 澳門和鄰近地區 社會有很多不穩定的因素 譬如是七四年的時候 因為經濟衰退 有石油禁運 導致只有很少賽車 來到澳門賽 很多這樣的困難 其實澳門到最後 賽事都可以進行到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 和我一個感受 就是當我們自己開車的時候 經過可能你走那些賽道位 你就真的好像自己是一個車手 我就是澳門唯一的女車手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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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